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也是因为禁止 要保持一个距离 所以大家都要排队才入口 平时是不需要的 英国所有的超市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种类 有一些很平民化的 亦都有很多是一些比较贵的 就好像香港的City Super 360 都可能是高档次一些 一田 百佳维康 都有不同的等钱 我们今天去到的这一家叫Morrison 它的价钱可能比一些欧洲超市 例如Audi、Lidl 就会贵一点 我们看到超市里面 是会有花 其实很多超市 无论大大小小也好 它们都会有花 尤其是现在是夏天 更加多gardening 你会看到这里 亦都有一个三文治 还有饮料 这些是每一个超市都会有的 原因是因为很多人 英国他们下午吃午餐 他们就会走入超市 做一个pat lunch 就出去 我们会看到前面 我们会zoom一zoom 这些 这些就是我们香港人 来到就会觉得 哇 这么贵的 葱 蒜 姜 这些 你看到 四磅 一kg 估计 菜也是 香港人要慢慢习惯一件事 在外国 如果你会发现有些超市 会有很多菜种类 那些地方可能它的华人会比较多 但是你如果去到一些华人比较少 即没有市场 他就不会入那么多种类的菜 好像我们这边苏格兰 其实它就会比较少 我们唐人吃的菜 黄牙白 1.25元 你说贵不贵呢 就是一棵 很小棵 七十四棵 即是十二元港币 都市里面会有很多外国制品 大家可能去到City Super 那些会很常见的东西 你这里都是很普通的 像这个那样 其实是一些 Dessert 他们都会在超市买些Dessert 他们不会自己做的 很普遍 这一辣 其实是奶类制品 奶色 鲜奶 苏格兰的鲜奶 是非常之便宜的 但是质量是非常之好的 一瓶3L 大概是1.5磅 如果2L 是1磅 那是不是很便宜呢 对面就是乳酪 乳酪 乳酪 又是封键 又贵又便宜 看看是什么牌子 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鲜肉区 那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说 英国没有鲜肉 其实它和你去City Super 那些玻璃柜里面 买些很贵的和牛 一样 那里面也有个人 还在这里切肉 隔壁就是这个鱼档 鱼档 你会看到我们今天一定要买这个 因为很好吃 那说一下海鲜 香港人真的要有一些调节 因为在外国海鲜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它每一只海鲜 其实都是漂亮的 比如虾有虾味的 说到鱼呢 我也想在这里讲一讲 就是 其实在外国 它有些专门卖海鲜的档口 甚至这档口 也有很多不同种类 香港人可能未见过某些鱼 一大只八爪鱼 章鱼 都会 因为它们是鱼船鱼上来 是新鲜的 有些深海鱼 香港人都比较少见 但是你说香港那些什么石斑 什么黄鱼仓那些 这里真的没有 比如你说 好像这些 苏格兰三文鱼 有人说苏格兰三文鱼 是现在全球唯一可以吃的 就是无虫的三文鱼 那我也觉得苏格兰三文鱼 是挺好吃的 那旁边就会有一些 已经是处理过的 海鲜种类的东西 还有一些製製的食品 腸仔那些 我特意带大家来到这个亚洲区 大家会见到一些辛辣面 公仔面 芝麻油 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亚洲的 但不会很多 尤其是要大超市才会 主要你想买中国食品 都是去中国超市 这些大型超市 比如淘大那些 其实一早就已经进入了 所以淘大醬油那些 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的 有时要明白 为什么外国人 他不习惯去我们香港街市 因为他们自出量胎 他们就真的在这种环境 去买菜 其实他们这些 是处理 干净 那个人也很专业 他当他是一个专业的人 今天他不知道为什么 在超级市场 很多东西都做半价 但是很新鲜 有机会可能是庆祝 禁止结束 因为英格兰已经宣布了结束 但我们苏格兰 仍未有进一步的新发展 你看看这个 大家不要以为 哇 真是这么漂亮的 大致新鲜 不是冰鲜 2磅 平时是要6-7磅 都不便宜 所以我们平时是不会买的 那么大条的三文鱼 就不是给你就这样吃的 你看到是11磅 你可以分几餐吃 这里就是 外国人超市里面 一定会有几区 就是这些 曲奇 蛋糕 他们的西饼是很甜的 至少是苏格兰是 我们就很喜欢吃这种 曲奇 这个是Morrison自己公司的 当然还有更漂亮的牌子 你可以去买 这种就有些像香港的 叫什么 Mr.Phil Cookie 但当然没有去到那种 那么好吃 但不是差太远 我觉得 因为这个其实不贵 你想想一下 1个2毫多 平时一包 他们会有很大的区域 是面包 因为你要明白 他们的主食 就是意粉面包 我们的主食 就是米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 他动手指 因为他很喜欢吃这种包 平时未禁止的时候 你买这些 这么大块的包 你可以叫他 帮你切的 这个过六一个 其实都不便宜 因为一会儿 我们会看到面包 比如这些这么大 因为它很松软 一磅一个 你就会给 里面有个切面包的人 他会帮你 有部机器切完 然后放回袋子 然后给你 现在禁止 他们就不做这个服务 免得减少接触 你看看 他们可以整排 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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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面包 和 麵糕 不同种类的面类製品 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其实他们的文化 和我们亚洲人是不同的 等于我们去米浦 一样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会看到 其实就是 果汁 果汁 也是封建油人 贵可以贵到几磅 一磅 亦都可以有 少过一磅 例如 Morrison自己的 他有时候 都少过一磅 那 你说 亦都是质量 有不同 那你都自己 可以看回食物标签 外国的食物标签 是很清楚的 究竟它有多少成份 是 是 鲜果 它写得很清楚 那这些全部 你都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要买蛋 所以我们稍后要去买蛋 这里的蛋 亦都分了 我们初头来就不懂 他们这里 其实很多人都会吃 三磅蛋 即是走地鸡蛋 那你会发觉 在初头来 你会发现 为什么有些蛋便宜这么多 好像这些三磅蛋 一盒 是 过八 过七过八 就是我们的一磅八 那有些地方 你会发现 为什么那些蛋 小过一磅 大概都是这么多 因为那些不是 三磅 即不是走地鸡 是普通 陆的鸡蛋 写得很清楚 为什么有些人说 买些东西是贵一点 为什么有些频道又说便宜一点 因为要看 你买哪一个 级素的产品 那这些呢 其实你看到 这么多的肉种类 全部都不是冰鲜 全部都是新鲜 只是他们在 刚刚那些位置 处理完 即它在内部处理完 然后呢 就用部肌盖好 盖好 然后呢 就拿出来放在这里 买给大家 那好像这些这样 你看到 两三磅 一排 这只骨很好吃 拿来煲汤 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煮食 所以对食材呢 其实都有一些要求 所以我们一家是很喜欢Morrison 除了Morrison之外呢 在我们苏格兰这边呢 其实Singsbury都有很多肉类的选择 这些猪腩肉 都有的 那我们中国人呢 都有很多种做法 是吧 红烧啊 炆啊 炸啊 什么都有 我们甚至有时候会买一些 这些回去 可能煮烧肉 自己煮烧肉 那呢 譬如这里 它会分好了 就羊 牛 鸡 全部一排排的 不同种类 这些全部都是新鲜的 那你会见到 譬如一块这些肉呢 大概是三磅多 大家可以停了个镜头 自己看清楚 煤头啊 腩肉啊 什么都有的 那你说 为何有些人去超市 说没有什么肉种 因为它不是去这种 就是有那么多肉类的超市 因为每一间超市 都有它不同的定位 有些 譬如欧洲那些 那些 那些 它就没有这些櫃桌 那我都看这边 就是鸡 鸡呢 又是封劍尤人 有贵有便宜 有时候你说 为何有些说要 八九元一只鸡 有些就 两三元 都有一只鸡 好像这些 十一元 九元一只鸡 这些 全部呢 有些是谷字的 亦都有走地鸡 甚至有一些叫 自然鸡 其实你说有什么分别呢 除了在价钱有不同 有些有二十多三十磅 一只鸡 到两磅 几三磅 都有 所以真的看你是吃什么 什么鸡 很难这样说的 你要吃贵一点的 你就买漂亮一点 你说我其实都想省钱的 那你就吃些普通的 农养的 所以呢 其实有时你说这些片 那个生活指数是怎么样 其实很在乎你那个家庭是怎么样 去买东西的 好像这边这些鸡腿 这些呢 其实两磅多 就已经一大匹 有些三磅多 一大匹 那这些其实 你说是否很容易可以计到物价呢 我自己觉得 每个人去展示这个东西的时候 都是按着自己买开的东西去买 那这个可能成为大家一个指标 想想 其实有便宜有贵 不可以一概而论 好像这些牛肉这样 我特意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一下 那些牛肉 譬如一匹 西人呢 他们就尽量 那些肉回到家 他不会自己处理 所以他们有很多种 packing的方法 碎上 斩件 片上 成构 成构 通常都是这样可以煎的扒 一大块拿来焗的 所以 是用不同的烹调方式 他们就怎样去处理它 那它就处理好给你 通常一大件那些 通常你说 以那个磅价 或者用KG价来说 它会便宜一些 那你可以回家自己切的 那这个人介绍他自己的字外 他很喜欢吃Blue Cheese 又在这里说他喜欢吃Blue Cheese 知道了 我们知道他喜欢吃Blue Cheese 每一个超级市场 都有很多cheese 因为我们始终是近欧洲 如果你去到欧洲其他地方 意大利那些更多 这里这一排 其实是一些比较便宜的cheese 还有一边就是这些 大家很熟悉 City Super 360 那些都是这样的 就会放了一些不同地方来的cheese 那有一些超市 譬如我刚刚说的Singsbury 或者Aristal 那些 大的 即贵一点的超市 它们的cheese的种类会更加多 可能是 Triple 或者Double 这个冰柜 那么多 都刚刚看到 就是有那个 你见到的 Salami 亦都是有便宜有贵 例如欧洲超市 一匹这些Salami 其实可能是0.700 即不够8元 一匹港币 不够8元 一匹港币 那 有些呢 譬如贵到 可能是2磅多 一匹 那又是看质量 所以我都是那句 物价呢 这些东西 其实要看你 有便宜有贵 看你怎么吃 这儿我要拍给大家看的原因 就是 大家喜欢吃 即是华人菜 麻烦在香港吃够才过来 这边 一棵 两棵 小糖菜 是卖多少钱呢 一磅 即是10元港币 两株 那你想想 我们10元在香港买 买什么呢 买一袋 那 下面 这些矮瓜 全部都是属于 外国的蔬菜 你会见到很多这些一块一块的 都是外国蔬菜 西兰花呢 这里呢 一个超市里面 可以有10种 可以由5元港币 不等 到2元 20多元港币 都有的 又是说不同的种类 那 譬如这些瓜类的东西 这里就会比较少 因为跟天气有关 这些可能都是进口的东西 譬如我们那些什么 脆肉瓜 它都有时有的 但是不便宜 跟香港比 我说跟香港比 那他们都会买来吃 你看到的 1kg 2元 即20元港币 那就是这样 那你说 亚洲的蔬果 譬如东南亚的水果 有没有呢 有的 现在运输都很方便 Edward要我给大家看 这种 是我们香港在City Super 买的那些三色椒 其实现在在做大减价 蚊几是很便宜的 平时一只蚊几是英镑 即是十多元一匹 平时一个大概是5元港币 即是0.47英镑 你看到它们的香草 全部都种在盘上 因为它们要新鲜 雪糕种类也是很夸张的 它是整条行 因为它来自欧洲 其实很多奶类製品 所以我们这边的种类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一般的超市 大型超市 它怎么都会有些日用品 衣物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这间都不例外 那最后呢 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 饮料 因为香港人很喜欢喝 即是Soft Drink 那这里都会有的 但是你会见到 它的Soft Drink的价钱 其实是会比我们香港 贵一点的 一瓶这样两公升 它要20元的 港元 它不鼓励大家喝这么多Soft Drink 而且小朋友会做一些 很小瓶的 凌丁 有些人喜欢草可乐的 就会来外国搜寻 搜罗这些不同版的可乐 你看到 其实Edward一直在说 这些呢 你看到 2枝是3元 即是15元一枝 2公升 所以它其实这些价钱 其实是和政府政策有关的 它是不想你们喝这么多 即是这些软性的饮料 因为觉得不健康 但对它们的腰疗体系 会造成一个压力 特意叫我带大家来看这个 啤酒 有酒类 酒类更加一定有 但啤酒呢 这边呢 其实是很多种 多到你都不懂得分 好像这些 1.5 即是差不多15元一枝 但我不喜欢喝啤酒 但这里的啤酒是好喝的 真的好喝 比起香港 因为它太多不同种类 有便宜有贵 有些可能一枝是低于1磅 也有些可能一枝要2磅多 甚至有些3磅多 你说是什么 一枝啤酒要3磅多 很好喝 还有可能是一些 即是本地啤酒厂 我们这边都有本地啤酒厂 这些就是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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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一箱一箱 8磅5 可口可乐都是一箱一箱乘乘乘乘 这个牌子大家很熟 4罐就4.5元 即是45元港币 即是差不多10元一罐 你说啤酒是便宜是贵 又是 有便宜有贵 所以你说是否可以一概而论 真的看你买什么 每一间超市都有自己品牌的这些产品 又会比一般便宜些 这个大家香港人一定熟悉 12元就6磅 4.75元就4磅 所以其实就是封键人 我们今天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做半价 我们就买了500多港币 我们家里因为雪櫃比较大 我们不是雪糕怪 大家不用怕 就因为我们家里的采购模式 就是减价 我们才会买一枱 不是必然要的东西 如果不减价 我们是不买的 这个理财方式各有各不同的做法 今天多谢制片 带我们去超市走一个圈 其实本来这条片 就是说超市的物价 其实没有想过拍摄 但是我们想着 每个人都说过 应该都知道 谁知道也有网友说 按我们带大家去看超市的价钱 我就再看别人的片 我就发觉 其他人没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 原来在超市里面 其实它的价钱 都有不同的价钱 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 只按着我们买 买了那块牛扒多少钱 或者那只鸡多少钱 就能够去说 一个生活费 或者是在食上面的费用 一个多少钱 所以如果好像我们这样买法 两口纸加个小鸡 好像我等一下都会展示 那两碟送给大家看 一碟是椒盐排骨 一碟就是西兰花炒带子 就大概是五六千元左右一个月 就是一个港币 我们这边就是 主要的人买菜 都是在超市里买菜的 为什么我说又不是主要呢 就是因为有些南亚人 或者印度人 他们有自己的店铺 他们有时候会喜欢 光顺自己的店铺 那去买东西 他们会有自己的菜 但是伦敦又不同 因为伦敦我都见过 是有类似我们香港的街市 它会像个摊子 放了些菜 或者是水果 那些肉 通常都是 像我们的街市那样 有店铺的 那鱼档也是 它们都是有店铺 很大间 所以伦敦就不说了 那好吧 那我就 我展示一下 那两次送给大家看看 接着你就记得 喜欢我们的 订阅我们 分享 接着点钟 还有如果有些什么 大家都可以 在留言 大家联系 或者是进入我们的群组 好吗 下一条影片再见 Hello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Facebook 开了群组 不是在这里 我们向两种人招手 一种人 就是提供 帮助一些 将会来到英国 这里居住的一班人 这班人 我们招募 就是你本身在英国的各国城镇 生活 然后可以 我们一起在一个讨论区里面 去帮助解决他们 新来的人 有很多资讯的问题 这样的 那这班人 如果你是尤其是你 各人各业里面的专业 那另外一班人呢 就是 你不是 拥抱着中国大陆的 排名安定的人 而要过来这里生活的一班人 这班人 我们希望能够 在我屋里面 这两班人 我们可以多一些的沟通 然后呢 去帮助你们 尽快 去适应当地的生活 好吗 那我们的服务在这里了 那是 我希望能够做得到 有一个 这是义务性质的 希望能够做得到 就是帮助到大家 这样 etaan 优优独播剧 Birام